第十八回 曹墨首剑劫其侯,环公举火绝宁期。 周西王元年春正月,其环公社朝,群臣拜贺已毙,问管仲曰。 寡人成重负之教,更张国正,今国中兵精良族,百姓皆知礼役,亦欲力蒙定伯何如? 管仲对月 当今诸侯,强于其者慎重,难有荆楚,昔有秦晋,然皆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 所以不能惩罢。 周虽衰位,乃天下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朝,不供方物。 故郑伯设环王之间,武王具庄王之命,遂令列国臣子不知君父。 雄通见号,宋正弑君,习为固然,莫敢征讨。 今庄王出帮,新王即位。 宋国尽遭南宫长万之乱,贼臣虽禄,宋君未定。 君可前使朝周,请天子之旨,大会诸侯,定立宋君。 宋君已定,然后奉天子,以令诸侯。 内尊王室外壤四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扶之,强横者抑之。 昏乱不共命者,帅诸侯讨之。 四海诸侯,皆知我之无私,必相帅而朝于齐。 不动兵车,而罢可乘矣。 还宫大跃,于是前使致洛阳朝赫西王。 因请奉命为会,以定宋君。 西王曰,伯舅不忘周氏,朕之幸也。 四上诸侯,为伯舅左右之,朕岂有碍焉。 使者回报桓公。 桓公遂以王命布告宋、鲁、陈菜、魏正、曹、朱、诸国。 约以三月朔日,共会北姓之地。 桓公问管仲曰,此番赴会,用兵车多少? 管仲曰,奉君王命以临诸侯,安用兵车。 请为衣偿之会。 桓公曰,诺,乃使君士先筑坛三层,高企三丈。 左旋中,右舍骨,先臣天子虚位于上。 旁舍反殿,玉搏器具,加倍整齐。 有预备管舍术处,需要高场合适。 至期,宋桓公玉月仙道,与齐桓公相见。 谢其定位之意。 此日,陈宣公处旧朱子客,二军祭道。 蔡哀侯献武,恨楚剑职,一来赴会。 四国见其武兵车,相顾约。 其侯推程待人,一致于此。 乃各将兵车退在二十里之外,十二月将近。 桓公卫管仲曰。 诸侯卫及改妻待之如何? 管仲曰。 与云三人承重。 今智者四国,不为不仲矣。 若改妻,是无信也。 待而不至,是辱亡命也。 出何诸侯而以不信闻,且辱亡命,何以图罢? 桓公曰。 蒙呼,会呼。 管仲曰。 人心未依,似会而不散,乃可蒙耳。 桓公曰。 善。 三月朔,媚爽,五国诸侯聚集于谈下。 相见礼弼,桓公拱手告诸侯曰。 王正久费,叛乱相寻。 孤奉周天子之命,会群功以匡王室。 今日之事,必推一人为主,然后权有所属。 而正令可施于天下。 诸侯分分思议,欲推其,则宋觉上宫,其旨称侯。 尊卑有序。 欲推送,则宋功心力,赖其定位,未敢自尊。 事在两难。 陈宣功处旧,岳席言曰。 天子以究合之命,属诸其侯,谁敢待之。 以推其侯为盟会之主。 诸侯接曰。 匪其侯不堪此任,陈侯之言是也。 还宫再三谦让,然后登坛。 其侯为主,赐宋功,赐陈侯,赐蔡侯,赐诸子。 排列已定,明中击鼓。 先与天子为前行礼,然后交拜,续兄弟之情。 众孙秋,旁约简一函,贵而独之约。 某年月日,齐小白,颂玉月, 臣楚旧,蔡献武,诸客, 以天子命,会于北姓, 共蒋王室,济若福清。 有拜约者,列国共争之。 诸侯拱手受命。 论语称桓公九和诸侯, 此其第一会也。 燃翁有诗云, 几几官场及武军, 临自事业赫然心。 局中心召谁能识, 只为推尊第一人。 诸侯献愁抚弊,管仲立击而上约。 鲁为正曹,固为亡命, 不来复会,不可不讨。 齐桓公举手向四军约。 必亦兵车不足, 愿诸军同事。 陈蔡珠三军齐声应约, 赶不率弊父以从, 为宋桓公默然。 是晚,宋公回馆, 为大夫戴书疲约。 其侯望自尊大, 跃赐主会, 便欲调遣各国之兵, 将来吾国且疲于奔命矣。 书疲曰, 诸侯从为相伴, 其事未及。 若征服鲁正, 罢业成矣。 其之罢, 匪送福也。 与惠四国, 为宋伟大。 宋不从兵, 三国亦将解体。 广无今日之来, 只欲得亡命以定位而, 以列于会又何似言, 不如先归。 宋公从其言, 遂于五更登车而去。 齐桓公闻宋公被惠逃归, 大怒, 欲遣众孙秋追之。 管仲曰, 追之非义, 可请王师伐之, 乃为有名, 然是更有急于此者。 桓公曰, 何事更急于此? 管仲曰, 宋远而鲁尽, 而王室宗盟, 不先俘虏何以俘诵? 桓公曰, 伐鲁当从何路? 管仲曰, 几之东北有随者, 乃鲁之附庸, 国小而弱, 才四姓尔, 若以重兵压之, 可不终招而下。 随下, 鲁必耸聚, 然后遣一戒之时, 择其不惠, 再遣人通信于鲁夫人。 鲁夫人欲其子亲厚于外家, 自当极力怂恿。 鲁侯内破母命, 外处兵威, 必将求盟, 伺其来求, 因而许之。 平鲁之后, 宜兵于宋, 临以王臣, 此破竹之事也。 桓公曰, 善。 乃亲自率师至隋城, 一鼓而下, 因驻兵于极水。 鲁庄公果惧, 大吉群臣问计。 公子庆府曰, 骑兵两智无国, 未尝得利, 臣愿出兵拒之。 班中一人出曰, 不可不可。 庄公誓之, 乃师伯曰。 庄公曰, 如祭将安出。 师伯曰, 陈长颜至, 管子天下其才, 今得其政, 兵有节制, 其不可依也。 北姓之会, 以奉命尊王为名, 今则为命, 礼屈在我, 其不可二也。 子鲁之路, 君有功焰, 王鸡之驾, 君有劳焰。 弃往日之功劳, 结将来之仇怨, 其不可三也。 为今之计, 不若修和请蒙, 其可不战而退。 曹贵曰, 陈毅亦如此。 正义论间, 报道, 其侯有书志, 庄公誓之, 大义曰。 华人与君并是周氏, 华人与君并是周氏, 情同昆帝, 且婚姻也。 北姓之会, 君不欲焰, 寡人敢请其顾, 若有二心, 亦为命。 其侯另有书, 通信于文将。 文将照庄公御之曰, 其鲁势为生旧, 使其恶我, 游将其好, 况取平护。 庄公为为, 乃使师伯达书略曰。 孤有犬马之急, 为获奔命, 君以大义择之, 孤知罪矣, 然城下之盟, 孤时耻之, 若退设于君之境上, 故敢不捧玉伯以从。 其侯得书大悦, 传令退兵于科。 宋庄公将往会其侯, 问, 群臣谁能从者? 将军曹末请网。 庄公曰, 如三败于其, 不虑其人孝耶。 曹末曰, 为耻三败, 是以愿望, 讲一招而雪之。 庄公曰, 雪之何如? 曹末曰, 君当其君, 臣当其臣。 庄公曰, 寡人越境求蒙, 游再败也。 若能雪之, 寡人听子已。 遂携曹末而行, 置于科帝。 其侯欲住土为坛以待, 鲁侯先使人谢罪请蒙, 其侯亦使人定期。 是日, 其侯将雄兵步列坛下, 青红黑白旗, 按东南西北四方, 各自分队, 各有将官统领, 众孙丘掌之。 阶级七层, 每层具有壮士, 直着黄旗把手。 坛上见大黄旗一面, 绣出方薄二字。 旁至大谷, 王子城府掌之, 坛中间设香岸, 排列着猪盘玉鱼, 成生煞蒙之气。 席棚掌之, 两旁返殿设有金尊玉甲, 四人雕掌之。 坛西立石柱二根, 系着乌牛白马, 徒人准备宰杀, 丝袍一牙掌之。 东郭牙为宾, 立于阶下迎宾, 管仲为相, 气象十分整肃。 其侯传令, 鲁军若道, 只许一军一臣登坛, 与人息饼坛下。 曹莫国甲, 手提利剑, 仅随着鲁庄公。 庄公一步一战, 曹莫全无巨色。 将次升阶, 东郭牙禁约。 今日两军好会, 两项赞礼, 安用凶器, 请去见。 曹莫征目视之, 两字禁列。 东郭牙倒退几步, 庄公君臣立揭而上, 两军相见, 各续通好之意。 三通古壁, 对相按行礼。 习鹏将欲于成穴, 贵而请煞。 曹莫右手按剑, 左手揽还公之秀, 怒行于色。 管仲即以身必还公。 问曰, 大夫何为者? 曹莫曰, 鲁连次寿兵, 国将亡矣, 君以济若扶清为会, 独不畏弼念乎。 管仲曰, 然则大夫何求? 曹莫曰, 其世强欺弱, 夺我问阳之田, 今日请还。 吴君乃旧沙尔。 管仲顾还公曰, 君可许之。 还公曰, 大夫修矣, 寡人许子。 曹莫乃是剑, 待习鹏, 鹏于已尽。 两军俱以煞气, 曹莫曰, 众主齐国之政, 臣愿与重煞。 还公曰, 何必重负, 寡人与子立誓, 乃向天指日曰。 所不凡 魏阳田于卢者, 有如此日。 曹莫受煞, 再败称谢, 献愁甚欢。 即避世, 王子城府诸人, 据愤愤不平, 请于还公, 御劫鲁侯, 以报曹莫之辱。 还公曰, 寡人以许曹莫矣, 匹夫约言尚不识信, 况君乎, 众人乃指。 明日, 还公赴至酒公馆, 与庄公欢饮而别, 急命南比一载, 将原亲问阳田, 尽数交割还卤。 西人论妖蒙可犯, 而还公不期, 曹子可愁, 而还公不愿, 此所以福诸侯罢天下也。 有诗云 微微霸气吞东露, 耻剑如何能用武, 要将信义扶群雄, 不吝胃羊一片土。 又有诗丹道曹莫 结其还公仪式, 此乃后世侠客之祖。 诗云, 森森歌甲雍如朝, 仗剑登坛意气豪, 三拜修言一日喜, 千秋侠客烧昌曹。 诸侯闻蒙科之事, 皆服还公之信义, 于是为曹二国, 皆遣人谢罪请蒙。 还公约以伐宋之后, 相定为会, 乃在前史如周, 告以宋公不遵王命, 不来赴会, 请王师夏林同网问罪。 周西王使大夫善灭, 率师会齐伐宋, 谍报陈曹二国, 引兵从征, 愿为前部。 还公使管仲先率义军, 前会陈曹, 自引习鹏王子城府, 东郭亚等, 统领大军寄进, 于商丘取旗, 使周西王二年之春夜。 却说管仲有爱妾明静, 终离人, 通文有志, 还公好色, 每出行, 必以鸡贫自随, 管仲亦以静从行, 是日管仲均出南门, 于行三十余礼至挠山, 见义野夫, 短鹤单衣, 破例赤脚, 放牛于山下, 此人扣牛脚而割, 管仲在车上查其人不凡, 使人以九十劳之, 野夫实必言, 遇见项君重负, 使者曰, 项国车已过去矣, 野夫曰, 某有一语, 性传于项君, 浩浩护白水, 使者追及管仲之车, 以其语数之, 管仲茫然, 不解所谓, 以问妾静, 静曰, 妾闻, 古有白水之诗云, 浩浩白水, 数数之鱼, 君来照我, 我将安居, 此人待遇事也, 管仲即命停车, 使人照之, 野夫江牛, 寄予村家, 随使者来见管仲, 长疾不败, 管仲问其姓名, 曰, 为之野人也, 姓宁明妻, 牧相君好贤礼事, 不但跋涉至此, 无由自答, 为村人牧牛耳, 管仲扣其所学, 应对如流, 探曰, 豪杰辱于泥土, 不欲挤饮何以自显, 无君大君在后, 不日当过子, 无当作书, 子迟已夜无君, 必当重用, 管仲即作书间, 旧交付宁期, 彼此各别, 宁妻仍牧牛于挠山之下, 其环公大君三日后方道, 宁妻依前短鹤单衣, 破立赤脚立于路旁, 全不未必, 环公乘于将近, 宁妻遂扣牛角而歌之曰, 南山灿, 白石烂, 中有礼于长齿半, 生不逢遥与顺善, 短鹤单衣才智干, 从婚犯牛至夜半, 长夜漫漫何时淡, 环公文儿易之, 命左右雍至车前, 问其姓名居处, 妻已时对约, 姓宁名妻, 环公约, 乳木夫何得姬次时政, 宁妻月, 臣小人安敢姬次, 环公约, 当今天子在上, 寡人率诸侯宾浮余下, 百姓乐业草木沾春, 顺日摇天不过如此, 乳味不逢摇顺又约, 长夜不淡, 非击刺而合。 宁七月, 臣虽村父不睹先王之政, 然常闻摇顺之时, 十日一风, 五日一雨, 百姓庚天耕耕耕耕耕耕耕, 所谓不识不知顺地之则是也。 今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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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举而送备会,再举而鲁结盟, 用兵不息,民劳财币, 而曰百姓乐业草木瞻春, 又小人所未结也。 小人又闻,摇弃其子丹珠, 而让天下于顺,顺又避于南河, 百姓屈而奉之, 不得已及帝位。 金军沙兄德国,假天子已令诸侯, 小人又不知与唐瑜吉让如何也。 桓公大怒悦, 匹父出言不逊,贺令斩之。 左右父宁妻去,将行行, 其颜色不变,了无巨异。 阳天探阅, 急杀龙旁,骤杀笔干, 仅宁妻与智为三矣。 习鹏奏阅, 此人见势不屈, 见威不惕, 非寻常目夫也, 君其舍之。 桓公念头一转, 怒气顿平, 岁命是宁妻之父, 为妻曰。 寡人辽以世子, 子成家世, 宁妻阴探怀中, 出管仲之书, 还供差而观之, 书略云。 臣奉命出师, 行至挠山, 得为人宁妻, 此人非木树者留, 乃当事有用之财, 君已留以自辅, 若弃之, 使剑用于邻国, 则悔无极矣。 桓公曰, 子既有重负之书, 何不惧成寡人。 宁七月, 臣文, 贤君责人为佐, 贤臣亦责主而辅, 君如物质浩瑜, 以怒色加臣, 臣宁死, 必不出相国之疏矣。 桓公大月, 命以后车载之。 是晚下债修军, 桓公命举火, 所依官慎吉。 四雕曰, 君所依官, 为绝宁欺乎。 桓公曰, 然。 四雕曰, 为去其不远, 何不使人仿之, 使其人果贤, 绝之未婉。 桓公曰, 此人扩达之财, 不拘小节, 恐其在位或有戏过, 仿得其过, 绝之则不光, 弃之则可惜。 急于灯竹之下, 拜宁欺为大夫, 施与管仲同参国政。 宁欺改换衣冠, 谢恩而出。 仁翁有诗曰, 短鹤单衣木树穷, 不逢尧顺欲还公, 自从叩脚歌声谢, 无腹飞雄入梦中。 还公兵至宋戒, 陈宣公处旧, 曹庄公社姑先在。 随后, 周善子兵一致, 相见以臂, 商议恭颂之策。 宁欺晋约, 明宫奉天子之命, 纠合诸侯, 以威胜, 不如以得胜。 依臣于见, 且不必进兵, 臣虽不才, 请吊三寸之蛇, 前去睡宋公行程。 还公大岳传令扎寨于戒上, 令宁妻入宋。 妻乃乘一小车, 与从者数人直至虽阳, 求见宋公。 宋公问戴皮书曰, 宁妻何人也? 书皮曰, 臣闻此人乃牧牛村夫, 其侯心拔之余味, 必其口才过人, 此来乃使其游睡也。 宋公曰, 何以待之? 书皮曰, 主公诏入, 勿以礼待之, 观其动静。 若开口依不当, 谈情引身为号, 便令武士勤而求之, 则其侯之计举矣。 宋公点头, 吩咐武士伺候。 宁妻宽衣大带昂然而入, 向宋公长衣, 宋公端坐不达。 其乃仰面长叹替。 未在乎宋国也。 宋公骇然曰, 姑未被上公填为诸侯之首, 为何从至? 七曰, 民工自比于周公赎贤。 宋公曰, 周公圣人也, 姑焉感彼之。 七月 周公在周盛时 天下太平 四宜宾福 由且徒补卧发 以纳天下贤士 明公以王国之语 出群雄决力之秋 即两世适逆之后 即效法周公卑躬下世 有恐适之不至 乃妄自今大 简贤漫客 虽有忠言 安能至明公之前乎 不危何待 宋公恶然 离坐曰 古四位日前 未闻君子之训 先生恶罪 疏皮在旁 见宋公为宁妻所动 连连举其待身 宋公不顾 乃未宁七月 先生此来何以教我 七月 天子施权 诸侯兴散 君臣五等 篡世日文 其侯不忍天下之乱 功成亡命 以主下蒙 民公列明于慧 以定位也 若又备之 由不定也 今天子赫然震怒 特遣王臣 驱帅诸侯 以讨于宋 民公既盼亡命于前 又抗亡讨于后 不带骄兵 臣已不胜负之友在已 宋公曰 先生之见如何 七月 以臣于记 物系一树之之 与其会盟 尚不失陈州之礼 下可结盟主之欢 兵甲不动 宋国安于泰山 宋公曰 古一时诗迹 部中会好 今其方加兵于我 安肯受无之职 七月 其侯宽人大度 不路人过 不念旧恶 如鲁不复会 亦蒙于磕 遂居钦田而返之 旷民公再会之人 焉有不纳 宋公曰 将何为职 七月 其侯以礼目临 厚往搏来 即恕福可职 岂必倾福库之藏在 宋公大曰 即遣随宁期至其君中请成 书皮满面羞残而退 却说宋使见了其侯 言谢罪请蒙之事 献白玉时绝 黄金千亿 齐桓公曰 天子有命 寡人安敢自专 必须凡王臣转奏于王方可 桓公即以所献金玉 转送善子 致宋公取成之意 善子曰 苟君侯舍诱 有所借手 已赴于天王 敢不如命 桓公乃使宋公 修聘于周 然后再定会期 善子辞其侯而归 其与陈曹二君各回本国 要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